發現車牌不對勁 員警立刻跟上前 但只走到車沒看到人 沒多久後一名男子乖乖走來 除了懸掛失竊車牌 車內更被找出改造槍枝跟子彈 事發在新北市三峽 49歲無姓男子坦誠 約在這毒品周易 但沒有等到買家 先等到警察 最會被搜出毒品海洛因和具有殺傷力的槍彈 其實在今年三月 他才被抓 過去才因為槍砲案件被判刑 假釋後還學不乖 把林口一處民宅當成智槍工廠 被搜出手槍半生品跟子彈 這些槍枝白白種 警方該怎麼檢驗 兩個侯外線光閘 距離兩公尺 子彈經過就能竄出槍速 依據不同的彈丸檢驗交耳 只要超過二十週二就有殺傷力 警方查火槍支會先出炎 看他是火藥槍還是空氣槍 如果是空氣槍的話 新北市警局的監視中心 有像這樣的實驗室 可以做完整的鑑定 光是在去年呢 空氣槍就驗了兩百多支 超過總數的一半以上 平均一週要驗五支 出炎是火藥槍 就得送到刑事局鑑定 但新北市監視中心實驗室 經過認證 空氣槍鑑定結果 分局會一起送給檢察官 看後續有無積壓必要 因為在一百零零年的時候 有修法就把這個操作槍納管 然後另外把這個改造槍支的行度 提高跟支支槍支一樣 那另外在一百一十二年的時候 還有針對模擬槍 把它提高位階層 刑法的位階 經過火藥槍數量逐年減少 但槍支刑案的數量 卻沒有明顯的下降 希望從根本修法加重刑責 能有受降低 槍支氾濫問題 TV7成員在曼欣的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